一块大冬瓜用来煲汤 大家好 我是善贵 欢迎来到素食好主意 今天买了一块冬瓜来煲冬瓜汤 生熟意米冬瓜汤 煲冬瓜汤可以保留冬瓜皮 冬瓜皮就不要了 冬瓜皮有清热解暑 泥水消肿的功效 生意米有去湿清热的功效 但是它的性质就有些微寒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加上熟意米一起来煲汤 熟意米是将生意米炒制过 它的性质就由微寒变成平和 而且是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生熟意米我已经在水喉下面冲洗过 接着再浸了它半个小时 这些是五指木桃 它应该是接近酥筋的位置 这种五指木桃是香很多 五指木桃是有益气健脾 舒筋活乐 退痰化湿的功效 五指木桃是可以加强 这个冬瓜意米汤的去湿解暑功效 又是拿去冲洗一下它 浸它一会儿 就可以用来煲我们今天的 五指木桃冬瓜生熟意米素汤 还有鸡松茸 又是在水喉之下冲洗过 浸了半个小时 我们留意一下那个 乌的脚 有时会有些污脏的 待会是可以剪掉它 我煲冬瓜汤 加上鸡松茸 下去 除了令汤更加美味之外 鸡松茸还可以帮我们提高消化力 和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还有两粒蜜棗 两片姜 水滚了 将大冬瓜放下来 生熟意米 清洗过的姜 和蜜棗 五指木桃 我就用个煲汤袋包住它 因为它的筋酥很幼 包住它 待会喝汤的时候 就一夹夹起包 五指木桃 方便用冬瓜和意米来吃 还有鸡松茸 大滚后煮15分钟 转中小火 再煮一个小时 我们就有很美味的素汤喝 很适合夏天一家大小喝的 冬瓜生熟意米素汤 完成了 先喝一口 很清甜 又有五指木桃的香味 希望各位喜欢今晚的 五指木桃冬瓜生熟意米素汤 我继续喝汤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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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